這個作品收藏在一個金匣一樣的一個老盒子裡面 原裝我們收出來就是這個狀態 這個裝表跟老的織錦 非常的親閉揮畫 這樣的佛畫是屬於古代的木板畫 然後在手工上色 因為在古代印刷也是很困難 要畫成這樣的筆法 不是一般人能夠畫的 所以當初會有一些大師他先畫好 把它雕成木刻板印上去 印上去超嫌單調 所以他們會再用手工上色 這個都是手工上色的金箔礦物原料 這個顏色判斷的話在大概是江湖明治時期 畫的是阿彌陀佛西方慎重來淫土 這個是屬於淨土宗的畫 換句話說阿彌陀佛會來接你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種接引佛刮在家裡是不是晦氣 那你當然就是大錯特錯了 因為你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時 掛不掛你都要死 還不如早一點讓你的誓田裡面多印下這個印象 為什麼 其實淨土法門有一點像密教的中印生成就法 有某方面是類似 它就是一個捷徑 當然淨土法門有很多的說法 念佛念到阿彌陀佛來接你 那要念到什麼地步 有的說法是要念到一定的程度 但有的說法只要你撐念 時時的再去念它 阿彌陀佛就會來接你 密教有一個中印生救度法 就是人在剛斷氣的那一刹那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內 你是屬於一個中印生的狀態 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密法 不管你那一輩子做的好事壞事 不管你的修行如何 不管你是怎麼做 只要你在那個七七四十九天之內 或者是你的生前 你有修這個中印生救度法 你知道就是說在這個七四十九天的時候呢 每一天都會有一個佛來接你 第一天是大日如來 這個每一個佛來接你的時候 它會出現很強的強光 就好像這個畫裡面畫的 為什麼它這個金色畫得非常強 因為佛來接你的時候 光是非常的刺眼 但是中印生有一個特性 非常怕光 中印生在碰到強光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的時候 他就會躲 你如果說生前沒有修這個中印生成就法 沒有好好修行 你在中印生的時候呢 你自然而然你就沒有辦法跟著佛走 因為你看到強光你就會躲 中印生成就法強調就是說 就是說你在生前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這個知識 提醒你自己說 這個強光其實就是佛來接你 西方聖宗來因圖也是一樣 他為什麼把它畫成圖像呢 其實他就告訴他的這個 淨土宗的這個門人 就是你有一心稱念阿彌陀佛 或者是只要你有念佛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運 他就會來接你 那他來接你的時候呢 他就是這個樣的 中印生成就法強調在你在世的時候 意識清楚的時候 就要去了解這個 哪一天會哪一尊佛來接你 要把它背起來 而且它會出現什麼樣的光 什麼樣的特性要把它記起來 這個呢就是淨土宗告訴你 阿彌陀佛來接你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強烈的光 然後與西方諸聖宗來接你 但是總之的人 大概會有一個共通點 佛來接你就是很強的光 那你說那很簡單 那我看到強光就過去了 但是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 人在彌流的時候是很未光 那是一個本能 不是說你就可以不要修 在平常身體健康的時候 就要修定理 臨終的時候才有辦法用上 這邊還要再強調一點 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說的 這樣的話很多他們會認為說是全手繪 那這樣的話 其實它的底稿是古德木板畫打底 大師所畫 班這樣的大師 尤其是畫佛畫的大師 一般不留名 他只是在幫寺廟留下這樣的作品 雕成木板 大量的套印 套印之後呢 重要的寺院要供奉的 他們會再用手繪 補上這個礦物材 以及金泥的顏料 這一尊呢就是屬於江戶時期 一個木板畫套印的一個作品 由於它套印的色彩配得非常好 雖然是畫面稍微有一點破損 基本上已經無傷大雅 而且它的這個裝表 完全是金色的響雨 完全是配合阿彌陀佛金色聲 接引眾生的一種形象 然後看一下這個佛畫的背面 這個正面的圖案都透過來 這個是叛冠古畫的一個 蠻常用的一個手法 尤其是紙本跟布本 卷本比較透不過來 所以像布本呢 還有這個紙本的這個老畫 一下布本比方說什麼 唐卡的話十有八九都是布本 年代久遠的話 它前面這個顏料呢 很容易就是圖形就是透到後面來 這也是一個判斷的手法